紫夏曰,贤贤异色,是父母能结其利,是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随约未学,无必未知学矣。 这几句话是接着证明了学问的目的,不是文学,不是知识,是做人做事。 紫夏比孔子少四十四岁,他的名字叫补商。 孔子死后在战国开始的初期,他讲学河东。 在战国时期一般对时代有影响的大学者蒙受他的影响很大。 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领导历史,领导国家社会的到底还是学问思想。 现在引用紫夏的话证明学问是什么。 我们看原文,贤贤异色,两个贤字,第一个贤字做动字用,因为中国文字有时候是假借的。 第二个贤字是名词,指贤人,学问修养好的人。 异色,古人如宋儒他们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们对色字解作女色,女人,男女之色了。 孔子被人叫打倒,就是这样受冤的。 贤贤异色就是看到贤人,有学问道德的人,马上跟他学了。 异色,女色都不要了,太太都不要了,在恋爱中的把女朋友都丢掉了,如是女方男朋友也不要了。 如果真如宋儒的说法,我认为孔夫子不是圣人了,因为圣人是不会违反人情的。 孔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言,的确是孔子对于人生的看法,行而下的,不讲行而上的。 凡是人的生命,不理两件大事,饮食男女。 一个性的问题,一个生活的问题。 所谓饮食等于民生问题,男女属于康乐问题。 人生就不离开这两件事。 有时候看到有关中国文化的文章说,十色性也是孔子说的。 错了,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是与孟子同时的告子说的。 以后引用文章不要将错就错,一错再错。 这个性的问题,究竟先天的性或后天的性呢? 以后再讨论。 但宋儒解释,闲闲益涩,为了做学问都可以把自己的妻女或丈夫丢开,这是不通的。 这个色字很简单,就是态度形色。 下面还有证明,所谓态色就是态度。 闲闲益涩的意思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学问好,修养好,本事很大,的确很行。 看到他就肃然起敬,态度也自然随之而转。 这是很明白,很平实的,是人的普通心理。 不管一个如何坏的人,看到一个好人,总会不自觉地对好人比较友善,这是人之常情。 是父母能结其力,是讲孝道。 这句话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子夏为什么提到结其力呢? 重点在这个结字。 过去一般人讲道对父母的孝顺,是非孝不可。 其实孝道也要量力而为,孝要结其力,不要过分了。 前一两年,有个年轻人基于天生的,不是教育的孝心,为了孝养父母去做了小偷,犯了法。 对于这样行孝的人,在心理道德上,我们觉得这个人非其罪也。 因为他为了孝顺,为了医母亲的病,结果偷了钱,犯了法,这是可以原谅的。 但是在学问修养上看,对他的批评是,这个人没有受良好的教养。 在道理上来讲,这个青年是好心,但是好心要学识来培植他,使他知道要结其力而不要做过分的事。 中国古人有两句话综合起来的一副对联说, 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济,原济贫家无孝子。 万恶银为首,论济不论心,论心世上少玩人。 其于原心不原济,就只看他的心孝不孝。 比如一个人很穷,想买一罐奶粉给父母吃,但实在没有钱买不起,因此心里很痛苦,只有希望慢慢积蓄点钱再去买。 只要有这个心,只要他这份情感是真的,我们就不能说他不孝。 原济贫家无孝子,如果一定要在事实上有表现,那穷人家里就没得孝子了。 这个道理非常清楚,我们用这个道理来解释,就是说明,是父母能结其力,是尽自己的心力做到了,就是孝。 是君能治其身。 这君子成为过去打倒孔家殿,乃至污蔑孔子,毁灭中国文化那些人的口实。 他们认为这是专制思想,是捧帝王捧独裁的古老教条。 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先要了解中国文化的君字是什么意思。 从文字的字形上看,君字古写,头上引字。 我们的文字是由图案演变而来的,手里拿一根拐杖,下面一个口代表一个人。 这个人年龄大了,学问道德很高,拿根拐杖也等于指挥杖。 所以凡是拿拐杖的,指挥杖的,都是君。 后来才转戒变成皇帝的专用。 其实中国文化中的君也不是皇帝的专用词。 比如我们过去写封信给平辈,不好称他先生,也不好意思称他老弟。 乃至一位老师写给学生,这位老师谦虚一点就称学生某某君。 如果说君是代表皇帝,就是某某皇帝了。 通吗?没有这回事。 日本人学我们中国文化,写信通常都是以君为尊称词。 这句弑君能治其身的意思是,不论朋友或同事,你跟他感情好,他了解你,认识你,认为非你帮忙不可。 而你答应了,那他就是君。 你既答应帮忙朋友完成一件事,要抬轿子就规规矩矩一定尽心,答应了就言而有信。 能治其身,竭尽自己身心的力量,都好比结婚一样,要做到从一而终。 否则当初不要答应,既然答应了,讲做人的道理就要有信。 至于替人家做事的道理,就是忠,也就是尽自己的力。 不可以表面上愿意帮忙,做出部下很恭敬的样子,贝利利却一切不同意,反而捣乱扯腿。 即使在外面做主管,也常会碰到这些事,这就是做人的沉道不够,简单说就是不诚恳。 所以,闲闲益涩,致父母能结其力,弑君能治其身。 白话解释,就是看到好的人能肃然起敬,在家能结心尽力的爱家庭爱父母,在社会上做事,对人对国家放弃自我的私心,所谓许身为国。 还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这句话再三提到,在感情上说,每个人都认为做到了对朋友言而有信。 据我自己的反省,虽然很想彻底做到,事实上却很困难。 有时候对朋友答应了的事做不到,心里非常难过,为了自己道德的要求,想尽办法去做。 所以仔细研究起来,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句话,实在很不容易。 所以紫夏说,能够做到这样,虽约未学,无必未知学矣。 尽管这个人没有读过一天书,我一定说这人真有学问。 这不是说明学而实习旨并不是说一定读死书吗? 因此我们不要跟着宋儒一段一段地去解释,整篇连贯读下来,自己就搞清楚了。 下面讲到学问态度,那就更妙了,引用了孔子的话。 讲到这里说句笑话,朱文正公及有些后儒们都该打屁股三百万,乱诸乱解错了,所以中国文化给自己人毁了。 我们怎么看出来的呢?不知道诸位是否跟我一样都见过的。 清朝末年,老一套的学者大体上许多都是这样的。 他们读了这句君子不重则不微的书,就照宋儒他们的解释学样起来。 那样子,用现代的话来讲,对于年轻人真是代沟。 那时老头子们在那里谈笑,你不要以为老头子们谈笑会有第二个方式, 还不是一样谈隐识男女人是人非,再不然就谈调皮话,不管他学问多高都是人满。 人很普通,都是一样。 可是那些老头子明明正在谈笑不相干的事,看到我们年轻人一进去, 那个眼睛搁在鼻尖上手拿一根烟筒的老头子便憋起嗓子道, 哎,你们来做什么,好好念书去。 一副倒血面孔。 他们认为对年轻后代要重,可是他们不知道重是怎么解释, 以为把脸上的肉挂下来就是重。 为什么呢? 君子不重则不微,硬要重,决则不顾,不重呀,学问就不稳固了。 接着,无有不如己者,照他们的解释,交朋友不要交道不如我们的。 这句话问题来了,他们怎么注解呢?至少学问道德要比我们好的朋友。 那完了,司马迁司马光这些大学问家不知道该交谁了。 照他这样,交朋友只能交比我们好的,那么大学校长只能与教育部长交朋友, 部长只能跟院长做朋友,院长只能跟总统做朋友, 当了总统只能跟上帝做朋友了,无有不如己者嘛。 假如孔子是这样讲,那孔子是势力小人该打屁股。 照宋儒的解释,那么下面的过则勿淡改又怎么说呢? 又怎么上下文连接起来呢? 中国文化就是这样被他们糟蹋了。 事实上是怎么说的? 君子不重则不微的重是自重, 现在来讲是自尊心,也就是说每个人要自重。 君子不重则不微。 拿现代话来讲也可以说是自己没有信心。 今天中午有一位在国外学哲学的青年由他父母陪来找我。 这青年说,我觉得我自己不存在。 我说你怎么不存在? 他说,我觉得没有我。 我说,现在我讲话你听到了吧? 既然听到了,怎么会不存在呢? 根据西方哲学笛卡尔的思想,我思故我在。 你能够思想你就存在,你怎么没有? 他说,没有,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行。 我说,你非常行,比任何人都行。 事实上这个孩子是丧失了自信心, 要恢复他的自信心就好。 我们要知道,人都天生有傲慢, 但有时候对事情的处理一点自信都没有, 这是心理的问题,也是大众的心理。 比如交代一个任务给诸位中间任何一人, 所谓见微受命, 你有时候会丧失了这个信念,心里非常空虚。 在这地方就需要真正的学问。 这个学问不是在书本上, 这就是自重。 所以一个人没有自信, 也不自己重视自己, 不自尊,学则不顾。 这个学问是不稳固的, 这个知识对你没有用, 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人格, 自己的信心来。 那么无有不如己者是讲什么? 是说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 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人不如自己。 上一句是自重, 下一句是尊重人讲。 我们既然要自尊, 同时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自尊心。 无有不如己者, 不要认为你的朋友不如你, 没有一个朋友是不如你。 世界上的人聪明智慧大约像差不多, 反应快叫聪明, 反应慢就叫笨。 你骗了聪明的人, 他马上会知道。 你骗了笨人, 尽管过了几十年之久, 他到死终会清楚的。 难得有人真正笨到 被你骗死了都不知道的, 这个道理要注意。 所以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 人与人相交各有各的长处, 他这一点不对, 另一点会是对的。 有两个重点要注意的, 不因其人而废其言, 不因其言而废其人。 这个家伙的行为太混蛋了, 但有时候他说的一句话意见很好。 你要注意, 不要因为他的人格有问题, 或者对他的印象不好, 而对他的好主意硬是不肯听, 那就不对了。 有时候不因其言而废其人, 这个人一开口就骂人, 说粗话。 你认为说粗话的土包子没有学问, 然后把他整个人格都看低了, 这都不对, 不能偏差。 无有不如己者, 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 我们应该用其长而舍其短, 所以过则勿但改。 因为看到了每一个人的长处, 发现自己的缺点, 那么不要怕改过, 这就是真学问。 据心理学的研究, 人对于自己的过错很容易发现, 每个人自己做错了事, 说错了话, 自己小的不小的呢? 绝对小的。 但是人类有个毛病, 尤其不是真有修养的人, 对这个毛病改不过来。 这毛病就是明明知道自己错了, 第二秒钟就找出很多理由来, 支持自己的错误完全是对的, 越想自己越没有错, 尤其是事业稍有成就的人, 这个毛病一犯是毫无办法的。 所以过错已经发现后, 就要勇于改过, 才是真学问, 真道德。 那么我们如何来证明这个 无有不如己者是这样解释呢? 很自然的, 还是根据论语。 如果孔子把无字做动词, 便不用这个无了。 比如说下面有的 无意无我等等, 都用这个毋庸置疑的无字。 而且根据上下文, 根据整个论语精神, 这句话是非常清楚的。 上面教你尊重自己, 下面教你尊重别人。 过去一千多年来的解释 都变成交情当中的势力, 这怎么通呢? 所以我说孔家店被人打倒, 老板没有错, 都是店员们搞错了的, 这要特别修正的。